Alan教历史 考试不会死 哈喽所有的同学们大家好 是的今天呢Alan老师呢 为了要感谢大家呢 那我就特别分享一些 我平常比较少分享的一些内容 那就是我们在补习班里面呢 还有我们的整个Sijara课程的一些 超强记忆法哦 呃相信呢大家都知道 Sijara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ABC这样子 所以我们需要去背大量的东西 那么我们到底是怎样背的呢 那这时候Alan老师就会分享一下呢 我之前呢就是我学历史 我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背的 OK打个比如你看到这一份子 这个是FORM4的第一课啦 这个是FORM4就是中式的这个 BARB1第一课 OK这是KSMM的 就是我最近这几天 我在教我学生的一些内容上面的东西啊 打个比如啊你看啊 这个是FORM4的第一课嘛 它是第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每一次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都要背所谓的大点 那么如果你有时常在做考题的话 或者你时常有在温习的话 那你通常会知道像1.1哦 最重要的四个字是这个 Raja,Undang,Undang,Villaya,Bengaru 跟这个Radyat 那么就是有这个Raja就是王族嘛 Undang,Undang就是法律嘛 Villaya,Beskutuan就是实力范围 还有Radyat就是人民嘛 那这四个点我要怎样活生生背进我的脑袋 那这里哦老师每次教我的学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你看啊 OK我这里跟他讲 Raja就是皇上Stand for R嘛 Stand for R所以我放一个R咯 然后Undang就是Stand for U嘛 就是U哦 然后Villaya stand for W哦 就是范围 然后R就是Radyat啦 所以我这里有RR UW 我要怎样把这几个字背起来咧 这时候我就教我的学生了 你要这样子背 你背一个字叫人物 人物这样子背 所以你看我讲记啊 这个是R square WU 什么意思 R square的意思就是这样 有两个R啦 R stand for Radyat 另外一个R stand for Raja 然后W stand for Villaya U stand for 这个Undang 所以呢 我的学生只要背哦 1.1 然后他背一个人物 他就把全部的重点背起来咧 明白 然后很多学生就问 这样老师请问你的学生哦 考试啦 他们背哦 这个人物之后 他怎样背这些其他东西 这些其他东西 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Alan老师会讲更多的笑话 讲更多的重点 让所有同学背起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个好的老师 很重要 因为一个好的老师 他可以帮你直接背起来 这些重点 所以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OK 这个是1.1嘛 是一个人物的意思嘛 这个是FORM4的第一课啦 然后你看啊 如果FORM4的下面这一课 这个叫1.2嘛 那么1.2这个位置 我又要讲背起来咧 那这里我跟我学生讲了很多故事啦 那这些故事我就不跟大家讲先啦 OK 之后我录到FORM4的时候 我才再跟大家讲 OK 这个叫1.2 1.2叫 那1.2又有很多的重点要背 还有 OK 你看到吗 它这里哦 上面这里就是有一个人物嘛 可是它多出来两个东西 它分别 多了这个 GEDALLA TAN 它多了GEDALLA TAN 跟这个LAMBANG LAMBANG GUBUSA AN 一个叫 象征一个叫 黄泉嘛 所以我要我学生讲背耶 OK 我很简单的 1.2我就叫他们背哦 人物可怜 或者我们讲 可怜的人物 你看啊 人物我们该 STAND同样的东西嘛 R就STAND FOR GRAJIAN 跟RAJIAN W STAND FOR VILAYA U STAND FOR UNDANG K K STAND FOR GEDALLA TAN 跟L STAND FOR LAMBANG 这样子我怎样去 创造这个东西出来耶 所以你看啊 首先我要讲 这样子背的方式 学生非常的省力 我的学生只要记1.1 Allen老师叫我背人物 R2WU OK 如果是1.2 我只要背人物可怜 或者可怜人物 就是K加L再加R2加WU 所以他们在这个情况下 他就可以直接 拿到很高的分数 因为他们不需要背到那么辛苦 因为他的老师已经帮他想好 这样背的方法了 OK 这是其中一个方法 那么我不是这样好心的 我没有每一部分都帮我学生 想玩这个东西啦 那我就教他们讲 所以你去打那个汉语拼音 打个比如啊 你在打汉语拼音要 传东西给你朋友的时候 你要写你好吗 你是这样打的 你是不是这样打的 你好吗 NHN 是不是 所以你看啊 如果我要打这个的时候 我就会这样子哦 KL 我就打KL进去我的那个电脑里面 你可以把它当吉人播KLKL啦 还是你打KL 你就看一下华语字出什么 然后你这样子就很容易背哦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要介绍的第一种啊 背东西的方法 就是用汉语拼音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的NOTA 1.1是人物1.2是人物可怜 哇你超容易背 OK 再来第二种方式来背啊 打个比如像这个 这个是1.4的 1.4的叫 Beranan Berrindar Rat Yard 学生你不要理我再讲 哪一刻啦 虽然你是F1 F2的 OK 打个比如啊 这个是Sutan Sutan了 然后就到Berrindar 然后就到这个Rat Yard 这种是有阶段性的背法 就是你很容易记啊 你知道这个是王 这个是大臣 然后这个是所谓的 呃这个呃就是 呃呃就是 公民 或者我们讲 呃普通的村民啊 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 从上到下 或者用一个金字塔的方式 你就可以背道了咯 所以这样子的 就是有阶段性的东西 还是我们讲有SOP 还是有Process的 打个比如洗手 我们先弄湿我们的手 然后再加肥皂再搓 就是step by step的 你就可以把他的SOP写出来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 这是第二种背法叫SOP的 OK 第三种背法呢 就是我们讲的比较有趣的背法 比较有趣的背法啦 OK 打个比如啊 呃第三种背法 像我念这个 OK 我们要背这个 呃 Beranan Sutan这个王的这个 呃东西嘛 我们要背这个王嘛 Beranan Sutan 他的呃 Duga 是什么 分别照顾人民的安全 然后要确保人民很和谐 还有很有呃这个 确保法律啊 就是要做法律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三个东西 弄出来叫什么 SELAMAT SELAMAT就是安全 UNDAUNDA叫法律 P叫Pobaduat 我就把这个Sutan的最重要的东西 把他拉出来就是SUP 然后我就把他发明成一个叫汤的 叫汤的 那这时候我就用联想法 我的学生要怎样记得咧 OK啊 他首先要记得Sutan Sutan喜欢什么 Sutan喜欢喝汤 Soup 好喝 所以他记得Soup的话 就记得S stand for SELAMAT SELAMAT的话 如果他考试的时候 他就要只要记得Sutan 呃 然后Beran Bersa 然后Rat Yab嘛 那就记得Sutan Sutan喜欢喝什么 喝汤 所以汤代表什么 S代表SELAMAT U代表UNDAUNDA P代表Pobaduat 所以他就很顺利的把整个Sutan的指位拉下来 这时候为什么他们只要背三个 因为老师会根据不同的地方去设计一些地方 让学生在对的地方被对的次序 因为这种题目通常考试最多就是三分罢了 OK 然后如果大的题目我就会叫他背很多 OK 这是第三种背法 就是所谓的联想法 联想法就是讲我在想象那个Sutan爱喝汤 所以我就发明一个这样子的背法让我的学生背 OK 同样的老师通常在我的课程上面 我是不会一个一个这样子的 因为这个已经属于到付费的一个环节了啊 我有时候在我的补习班或者我在我的线上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分享的 可是如果你要知道更多内容的话也是一样哦 这个是在付费内容里面啊 就是在补习班里面的 OK 再打个比喽 这个是我FORM2的Slippers来的啊 这个是我FORM2的Slippers OK 也是我最近在教的 我最近在教住Champa的 OK 就是Gradian Alam Laiyu嘛 Champa的这个Gradian 有一个人的名字特别南辈嘛 就叫Champonia Champonia 正常人都不会记得他的名字的 你看老师帮他取一个名字叫什么 陈婆娘 然后我在教书的时候就一直讲 哎呀这个陈婆娘啊 这样这样这样 这种是要所谓的报效记忆法 你用这种很报效的方法 你的朋友就会记得 哎呀原来这个陈婆娘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再以故事的方式去教导学生 就是把整个故事连起来 你会发现到 你真正去了解整个历史故事 然后有人去跟你讲整个故事的内容的来龙去脉的时候 你不需要硬硬背的 你随便随便你都可以进脑 有几个原因的 我这里分享一下我每次教学的几个方法 让大家可以快速记得很多东西 哇这个已经去了那个马来文那里 OK好 所以呢哎呦这里真的是很多杂物啊 这个是我写马来文的时候 OK好 我通常啦我记的方法 第一个啦我用的是故事的方法 故事的方法 就是我会跟你讲那个story是怎样啊 为什么那个陈婆娘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又被谁拿掉了 然后Soma女神跟水在一起 跟Cautinia在一起 我就会 以storylight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记得故事 你记得剧情的话 你就不需要背 这是第一招 第二招的话呢 你需要做什么重复 你需要有一个人一直帮你重复 一直帮你重复 就像Alan老师哦我永远啊会跟我学生讲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考试会出的point 然后呢我就会一直重复重复那一个点让他记得所有的这个点这样子 因为不停的重复嘛学生本来不要背的不要记得因为一直重复他被迫要记得 所以这个就是补习的一个好处啦 第三个啦我觉得你的方向要很正确 所谓的方向要很正确就是讲 你必须要知道什么该读什么不该读的 那我问你一个好的老师跟一个没有老师的差别是什么 有些人就讲哎老师我的Sajara也能靠自己读也能拿很好的分数 当然的Alan老师也是这样子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一个人指一个方向给你 其实你会走很多的冤枉路 而且呢你会怎么说浪费很多的时间啊 那么基本上你会看到市面上很多参考书 还有很多很棒的老师像我这样子的老师 我们都会跟你讲考试比较容易出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重点的 嗯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呢这是老师今天sharing给大家的一个记忆的方法啦 首先第一个叫汉语拼音的方法就是你拿那个东西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SOP就是跟着顺序计的一个方法 跟着顺序计 第三个是图像的方法 像我刚才讲那个皇上很喜欢喝手这样 嗯 so yummy 这样子 第四个就是爆笑法 爆笑法就是讲一些搞笑的东西 这四个方法是可以帮助大家很快的去记到各种东西 而且会很轻松 OK然后其他的辅助方法像故事性啊 重复性啊 而且还要找到一个好的方向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老师 你没有一个好的方向 你没有一个好的书本 你没有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的话 你并不会知道每一课考试最长处的地方在哪里 要着重的重点在哪里 那么课本非常的长非常的厚哦 我们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看一下 诶到底哪一个是重点 哪一个是重要的点 好 我觉得我一口气就已经跟你讲了 我们补习班通常会用的一些记忆方法啦 同样的很多同学讲 诶老师我没有去拿到你的教材 请问我要讲哪 呃你会在下面有看到 呃两到三个link的 我记得第一个link哦 我放在下面的是 呃如果你有兴趣去咨询补习的话 就是你觉得Sajara很重要 因为Sajara你的SPM Fill了的话 你是不能够 呃继续呃去读大学的 所以Sajara是一个必pass的一科 所以老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就设计了一系列跟Sajara的课程 让你们FORM1到FORM5都顺顺利利简简单单 而且老师的收费是比外面都便宜的啦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点击第一个link 来询问一下老师的助理 然后我要讲第二个link了 第二个link就是进粉丝团的 基本上你点进去你称赞一下Alan老师很帅 都可以进到我的这个粉丝团的 粉丝团里面基本上就会有很多 免费的这个呃教材等等的啦 那么呃我跟学生稍微交代一下啦 呃付费跟免费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老师的方向都是希望帮助到全马学生 所以我们的youtube的福利教学都是免费的 可是你没有办法限制我即时做video 因为老师的时间是非常的宝贵的 所以我有 extra的时间 我就会在youtube多分享更多资讯给大家 让大家更加呃学习更多 所以很多学生不停的催老师 快点快点快点出影片 老师也是呃爱莫能助 因为老师的时间有限 老师必须要把所有的这个 这个重点跟能力先放给有付费的学生 就是呃复习班的学生 所以呢这个是呃第一个在youtube 其实我也是尽量的给你更多的价值了 然后在粉丝团里面也有一些是隐藏版的video 就是在youtube是找不到的 呃因为有些是比较有价值的内容 有些是不能外露的一些呃内容 还是有些是tips来的 所以我都会秘密的放在我的这个呃所谓的粉丝团 所以如果你不想给任何一毛钱的话 你可以尝试呃看我的youtube影片 还有加入粉丝团去拿取更多教材 这个都是老师能帮助你的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不是呃太穷的家庭 你觉得你有能力的话 那你也想要呃通过呃就是跟老师学习 获取更多价值 那么在付费的情况下面呢 我们的教材会更加的强大 华语版呃呃这个双语版还有马来版 都是非常的完整的啦 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讲呃 我们教学也是非常有模式的 有这个重复影片让你观看呃 保证大家的Sajara都会很明白 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 你都可以直接来问Alan老师 好啦我的废话就不多说就讲到这里啦 希望呢我这个分享呢可以帮助到大家 还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有看到最后看到这里哦 麻烦在下面写一个我看完了 OK如果呢这个影片呢有很多人讲我看完了 而且就是我觉得大家喜欢这类型的影片 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更多一些 技艺法跟让你呃节省更多时间的一些视频 让大家在Sajara里面呢会跟上一层楼 Alan老师希望大家可以在Sajara越来越好 2021年呢然后大家要付出更多努力 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回报啦 好啦我就不要讲这样多话了 不然屌我又呃超时了 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影片再片 然后如果还没有订阅老师的话 记得一定要按订阅 因为我可以让你的Sajara拿A 谢谢你拜拜 拜拜 拜拜